这种老奶奶太坏了 车停到这里给人家放气 嚣张大妈景区内给汽车放弃 被抓到后面求饶 不料这次碰上硬查女司机 就是不惯着她 近日在河南安阳太行大峡谷景区 一名大妈挨个给停车场的汽车放弃 这一幕正好被回来取车的女游客碰见 当场将视频录了下 女游客指责老人实在是太坏了 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呢 万一你给人家下来 人家开车那个气 中间如果出车祸来赖不赖你 车上好几个人如果出车祸来赖不赖你 大妈看到镜头后面求饶 她不停要求女司机 只要别把视频发到网上 她可以拿出20块钱当做补偿 没想到被女司机一口回绝 给你们20块钱 不是给钱的问题 你这个行为特别不好 人家车在你放着你 你给人家气干什么 不能不能用不能 我给你20块钱 你是不是你经常做这种事情 不会不会 大妈一直狡辩说自己年纪大的脑不管了 所以才做了措施 但女司机只用了一句话就把她给了牙口音 人家大老远来你们这边旅游 人家你们这边的这个经济 你现在你放人家气你算什么呀 我这闹了我这闹一下这不好意思 现在老了你说你老了脑袋不管用 你放车的时候 你放车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脑袋不管用呢 女司机说的很有道理 你偷偷把人家车胎气给放了 万一路上出了事故 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而且这种开车出来自驾营 一般都是全家老小一起出动 真要出点什么事 老太太也担当不起 你说你老人要记点责你知道吗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听到女司机要报警 大妈彻底慌了 一直不停地哀求 别欺负我这个老大娘 说着就要走 但女司机并不打算轻易放过她 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当记者致电警区管理战事 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老人是当地村民 由于车辆停放位置并不属于警区停车场 因此他们也管不了 目前警方对此事正在调查中 有不少网友表示很不理解 游客与大妈无冤无仇了 为什么要去放人家车气呢 有网友分析 要么老人儿子的汽修厂都在附近 要么就是老人是路边收停车费的 游客都把车停到了花心去 他就没办法收费了 于是才想出这么个损招 不然真的无法解释老人为什么这么做 还有网友表示 看大妈脖子上戴的金项链 一看就不缺钱 只不过缺的是良心 不是老人变坏了 而是坏人变老 无独有偶 在江苏沿城一乡间小道上 奔驰车主将车停在路边休息 路过的大妈以为车上没人 于是掏出钥匙沿着奔驰车身划了一圈 这一切全被车主看在圆里 就在大妈准备潇洒离去的时候 车主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大妈刚开始还不承认 当听到车主要报警时 大妈彻底慌了 她一边拉着车主的胳膊 要她别报警 一边用唾沫试图掩盖车身划痕 车里面玩手机的 一个奶奶跑过来啊 然后用车钥匙一直在划我的车 我看到了 然后把奶奶抓住了 她现在这个造型 大家说应该怎么办 我没招她没惹她 眼看希望渺茫 大妈带着哭腔跪求车主原谅 但一切为时已晚 最终车主还是选择报警 大妈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那么大家觉得视频中的这俩大妈 要不要放他们一马 评论区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